涉嫌造假的軍演照 有八艘氣剪船 其中兩艘懷疑是用電腦軟件複製異成 無論外形 船身旁邊的浪花都如出一切 另一艘氣剪船船身模糊 和背景顯得格格不入 而另一張發射火箭的照片 因為多枚火箭的火焰太過相似 亦被質疑造假 這批相在北韓官方電視台 星期二發放出來 顯示了領袖金正恩 視察軍方進行登陸和反登陸演習的情況 外國傳媒相信 北韓當局造假的目的 是企圖誇大軍力 北韓軍備過往多次被質疑造假 在去年4月 閱兵儀式中所展示的 陸媒新型洲製彈道導彈 就被美國懷疑是指製的假導彈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